胖達人的麵包店的風暴好像越燒越烈 昨天的時候我們告訴大家 這些胖達人麵包店呢 其實只是一個假象 為什麼 借著麵包店背後那炒股的利潤 可是高之又高啊 但是我們說到這一群炒股的人 叫做什麼呢 地寶幫 而地寶幫這一群人 他們真的不知道 胖達人麵包店裡面的麵包 不是純天然的嗎 檢察官要把詐心拼圖拼起來 就把缺角一個一個找來 他先想到了誰 檢察官先想到的就是 胖達人麵包裡頭的 做麵包的技術總監 無人員 還有負責廣告行銷的人 的主管 還有麵包師傅通通找來 那我就先講 因為他是總監嘛 技術總監講的話才有份量嘛 檢察官就問啊 總監我問你 這個麵包到底 是不是天然的 總監就說 報警察官不是 他這麼老實馬上就回答了 我告訴你 事情都已經攤在陽光下 你還能夠狡辯嗎 報警座不是 天然酵母 就是假的 就不是了嘛 因為什麼 有乳化劑嘛 對不對 再來 有香精 使用的香精也好 管你什麼香精也好 你就不是天然的了嘛 是不是 OK 檢察官又繼續問 那 這裡頭 徐行平跟 你們原來董事長 莊宏明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他就講 他說 檢察官我告訴你喔 這個喔 我們莊宏明一開始在2012年4月跟徐行平接觸的時候 徐行平擺明就說我要股權 就說我要股權喔 然後呢 本來莊宏明一開始就不答應 他怕師傅工作不保 結果後來呢 這個 這個 徐行平就找了 莊宏明的好兄弟 一個叫姓蔡的 就是副董事長嘛 這樣子喔 你去遊說你老哥啦 股票賣一賣啦 股權賣 讓一讓啦 股權讓了以後呢 我讓你在展店啊 讓你的店面一直開分店下來啊 還有董事長讓你繼續做 然後錢你又變得更多啦 所以這樣子 莊宏明才把60%的股權讓給了徐行平 結果關係是一聽就覺得 這裡頭就有詭異啦 為什麼 因為 2012年4月 莊宏明把股權讓給了徐行平的時候 吳仁雲就講了 講什麼 天然這兩個字的宣傳手法 就是從那個時候出來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在之前這胖達人麵包店並沒有強調天然兩個字 可是徐行平進來之後 他為了行銷手法 為了策略 他把麵包變成天然兩個字加進去了 怎麼那麼巧啊 你剛剛 簡作又不是笨蛋 他一聽他就知道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他根本就是策略性的做法嘛 徐行平有沒有找過莊宏明說 我們要用天然這個廣告詞呢 是你莊宏明自己一個人想的 如果是你自己一個人想的 你之前為什麼都不想 我想莊宏明然後根本從頭到尾都沒想過天然兩個字吧 好 那徐行平跟莊宏明是兩個都知道 還是 但是徐行平被莊宏明埋在鼓裡 那當然檢察官他就要去幫我們找出真相啦 好 還有喔 對不起 吳仁淵還有講一個 他講的什麼 好像電影劇情喔 他說8月19號 徐行平呢就把莊宏明給踢走了 董事長不給他幹了 自己幹 自己幹之後啊 大幅把麵包師傅裁掉 等一下 他把莊宏明弄掉之後把麵包師傅開始裁掉 那我麵包點怎麼玩下去啊 像不像秋後算帳 有沒有意願了當初莊宏明一開始要讓渡股權的時候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可是問題骰壺裁掉之後就不會有人做麵包了 吳仁淵自己招了 怎麼說 報告簡作 徐行平就把我留下來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懂做麵包的秘方啊 你知道的就是那秘方pick包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徐行平他最在意的是什麼 做麵包的秘方 胖胖的光環 我會搞 我會打造吧 但秘方我不會吧 那是祖傳的嘛 所以你留下來 那我請問各位 既然徐行平從頭到尾就很在意這個製作麵包的秘方 你說去年4月入主 他會沒有問過莊宏明湘金的問題嗎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徐行平他根本知道湘金這檔子的事情 還有 那他還在牆壁說他完全不知道 他不懂得麵包怎麼做 還有當初胖達人爆發這個案子 第二天小S的婆婆不是有出來講過話嗎 他說不要這個什麼 這個大驚小怪不要做文章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麵包湘金也是合法的 而且如果胖達人的湘金有問題 那我跟各位講全台灣的麵包都有用湘金也都有問題 人家沒打天然兩個字啊 不是 還有一點 帝寶幫怎麼開始出現了 對 我要講的是 小S的婆婆你是局外人 那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誰告訴你這不知道不能說的秘密啊 你的意思說就是這群帝寶幫也都知道嗎 這一群男官也要知道啦 對不對 好 這就讓我想到 小S的婆婆就會想到小S的公公許慶祥 小S的公公這次也被捲入了嘛 對不對 你看他以前是台東一個小鎮的醫生 可是同樣是醫生的零結糧 人家是讀物科的專家 不為財團的強權 再怎麼樣都要踢爆這些不安全的食品 一生兢兢業業 為人民把關 還有他的生活非常的節儉 兩個一筆 有沒有令全國老百姓感到很感慨 好 我再來回到案情的部分 檢察官又覺得很奇怪了 為什麼 這裡頭的股價有沒有人上下起手 有沒有人在炒股 現在是不是在調查 是 好 結果檢察官一看 你公司的名單裡頭 這個董監事還有大股東 怎麼有股市作手在裡頭啊 等一下 對呀 兩個股市作手在裡面 一個就是 圈內營業 這個財經圈號稱 超級營業員的林寶田 當初他還是個小營業員的時候 就很懂得投資股票 然後不斷的製造他的這個身價 賺到有數十億喔 厲害 第二個呢 則是 號稱有天使頭吃客師稱的 余仲淵 猛甲這部電影 就是七大出筆人之一 是他啦 各位就知道了 這兩個人結合在這個名單裡頭 結果他都會為了要吃些筆 你如果專心的搞麵包 那怎麼一個大金主裡頭 會有這些人呢 我講到這邊 觀眾朋友 知情人士就說了 創達人今天麵包會被踢爆 會出會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不意外 他還講 台北檢察官調查有沒有炒股 更不令人意外 好 看